国际消息来看到俄国从17号开始展开围棋三天的国会选举投票 而远东地区的投票作业率先开跑了 俄国东部的楚科家还有勘察家等地区 民众已经开始走进投票站 为选举国会议员投下神圣的一票 而俄国的国会选举从17号开始有三天可以投票 不过由于当局是大局打压 批评赫林姆公的反对派全都被禁止参选 专家估计这次的投票率将会非常的低 另外俄罗斯新闻社引述俄国外长的发言报道 尽管俄国遭到竞赛 但是总统普钦已经受到北京的邀请 将会出席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奥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